各位好,我们来看第十类题 这是关于摩擦力的题目 一个木箱静置在有摩擦力的水平面上 那这个木箱与水平面间的最大静摩擦力是1公斤重 动摩擦力为0.8公斤重 以右图所示这个F4水平推力来推木箱 那随着时刻经过,它的推力一开始是0 它是0吗?看一下 1,2,3,4,5 1,2,3,4,5 对,一开始是1啊 一开始是1 0.2,应该是0.2 一开始是0.2 因为它一格是 一格,它有五格吧 所以 每一格分配到0.2 五格就是到1 这样子 所以 从0到1 推力都是0.2 然后 从1到3 推力就慢慢上升到了1.2 这样子 那 因为最大静摩擦力是1 所以 我们要判断一下 是否有超过最大静摩擦力 推力 推力 大于最大静摩擦 就会让它滑动 可是现在 T等于2秒 阅读一下 T等于2秒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刚好是在 0.7的地方 所以 T等于0.2秒的时候 力是 0.7 那 小于1啊 小于1 因为最大静摩擦力是1 所以 有没有移动呢 没有移动 那没有移动的话 没有滑动 没有滑动 那没有滑动的话 合力为0 合力为0 合力为0的话 摩擦力就是0.7 摩擦力就是跟外力一样大 那就是0.7 所以第一小题 答案就是 0.7 那第二小题 合时木箱刚好移动 那 那我们就要找找看咯 找找看 当外力达到1的时候 这个时刻是几秒 那这可以用 点斜式 我先找出 这一段 的斜率 我先找出这一段斜率 然后我们假设 假设这个时间叫t秒 在t秒的时候 外力到达1 所以 因为 1到3秒 斜率固定 就是斜直线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先找斜率 ΔF 比上ΔT 1 会是 1.2 -1 我们看的是 1到3秒 所以会是0.2除以2 0.1 1.2 1.2不是-1 抱歉 1.2这里是 1.2这里是-0.2 这个距离差0.2 差1.2减掉0.2 所以是-0.2 所以是-0.2 所以这里应该是 这样子 那么 它也会等于 我们假设的这个t -1分之 1-0.2 对不对 就是 这一段去除上这段 这段就是 1-0.2 这段是t-1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t-1 其实就是 0.8 乘以2 所以t会等于2.6 所以在2.6秒的时候 它的 外力 推力 达到了1 那就开始 滑动 好 再来第三小题 比较简单 第三小题就是 t等于4秒的时候 那这时候 外力已经来到了1.2 那有没有大于最大净摩擦力 有 所以已经滑动了 所以已经滑动了 那就会受到 动摩擦 动摩擦力大小 题目有提到 0.8 所以这是第三小题的答案 所以这一题是要考考我们对于图形的判读 还有摩擦力的了解 好谢谢 好谢谢